解放军在中缅边境的演习区已经划定了 那么在这个演习区呢 该地区的车辆人员要服从交通管制 第一个演习区就盲市 盲海镇盲海村附近地域 四个点的连线区啊 这个咱们就不介绍了 但你就记住是盲海镇盲海村 你可以在中缅边境找他 瑞丽市宛庭经济开发区 盲令村附近 耿马县梦定镇清水河村附近 这三个地点 禁止严禁无关人员擅自进入演习区 警戒区 严禁各类飞行器进入演习区 严禁私自拍摄部队行动情况 严禁擅自通过各类自媒体平台 转播任何有关演习的信息 咱们打开地图看 瑞丽 清水河 盲海镇 盲海村 所以咱们从这几个点就知道 这次行动其实非常有针对性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已经是明确要求 在当地滞留的中方人员 立即离开 快速转移撤离 中方是留了联系电话 求助电话 咱给他报一下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领事保护协助电话是0095-9-43209657 驻曼德勒总领馆保护电话是0095-9-259172726 这个消息一出 也就代表着中方已经明确 缅甸有可能开始针对 我觉得这个不光是针对中国了 就所有的这些反政府势力就开始大规模行动了 也就是说中方认为 明昂来失去了控制缅甸能力 咱们怎么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解放军开始大规模在中缅边境集结 很多人其实没意识到 这个大规模在中缅边境集结 实际中方有一个政策就不干涉他国内政 但是这种大规模的解放军公开的一个军演 这也就是中国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不过境 我就在这集结兵力都是对你的一种震慑 你说这不是干涉吗 这就是干涉 但是中方是有打击电炸 保护中国安全这么一个理由 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说不干涉 这就是干涉 尽管是没有过去 但是冰压在这 这就是干涉 缅甸国内现在大规模在进行反华行动 有人说明昂来手下组织的 但据我了解 现在有各种势力 印度势力 美国势力 包括俄罗斯势力 俄罗斯已经取代中国 成为了缅甸最大的军火供应商了 注意这是俄罗斯 所以说缅甸国内 现在居然有人啊 也借机煽动要涂光当地的华人 那我再次提醒在缅甸的中国人 要尽快离开 咱们中方当然是边境演习应对啊 缅甸是各大的这个主流媒体啊 都在呼吁要对中国采取行动 对中国人华人采取行动 就他们认为缅北的一个战争啊 核心是什么 是受到了中国的支持 就是说中国点名中国干涉缅甸内政 中方其实这个军演就已经干了 这个军演就是要干涉内政了 一旦军队集结 大家想这边我军队集结 那边你不行动吗 那边你不集结军队吗 你当然得集结军队了 对吧 A国集结军队 那B国如果不集结军队 那这 这所有人都知道那结果了 所以B国也必须集结军队 是不是对他有影响呢 有影响 什么是干涉内政呢 就是我也不 不采取行动 但是你的炮已经打到我的目解了 对吧 我的边境了 那很多人不太了解 现在缅甸实际情况 现在彭德仁 这同盟军的总司令 最新发表一个讲话 他说国管同盟军攻下 并夺取整个老街是既定目标 不会变 无论面对多少困难 做出多大牺牲 同盟军都会坚决拿下老街 清除所有电炸 解放整个国感 这一点坚定不移 不可动摇 那对于国感四大家族 说我们还是依照之前说法实施 但是如果他们不争取宽大机会 完抗 到底 那么我们是不会刻意的 但是白索成是例外 注意白索成例外 因为他背叛同盟军 而且做个多端 同盟军任何时候都不会放过他 对老街总攻什么时候打 他说很快就会打响 我们依然给充足的时间让同胞撤离 我们不想伤及无辜 总的来说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可以预测 这个老街战斗很快就打响 这个他提到了白索成 大家想想 米昂来现在在干什么 米昂来现在就是没有满足 这个国管同盟军的要求 国管同盟军要求不就是交出白索成 老街 但是米昂来 他这个政府军要干的是什么 是死守老街 保住白索成 大家想想 这里边政洁不就在这吗 那个明学昌就典型例子 中方虽远逼诸 让你交人 结果明学昌 把尸体交给中方了 注意要是个尸体 没有交活人 缅甸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个面子 问题 但如果交活人 那就是这 这可是真的屈辱啊 对于这个傲气十足的米昂来 这缅族人来说 但是他交了一个尸体 大家想想 为什么不能交白索成呢 哪怕是交尸体呢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着白索成和米昂来也好 和缅甸军方也好 达成了某种 这个一致性 就缅甸军方就绝不能交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背后的原因 那你缅甸军方如果想平息果敢 其实你交了一个汉人白索成就可以了 但是他绝不能交 大家想想 是不是你要平息一个战争 你按照这个关东军要求 你把老街交给关东军 接着听命于你这个缅甸中央政府 完全可以的 对吧 但是结果不是 米昂来现在要求非常硬 我就不交白索成 我占领高地 你攻不上来 所以咱们这么一分析就明白了什么呢 这一仗是必须要打的 而且可能长期打 所以解放军现在在中缅边境集结 就是为应对这个 那也说米昂来可能 对于这个汉 汉族这个国安通工军 动了 我觉得动了杀心了 要全部清除掉 就不能跟国安通工军谈了 就是彭德仁嘛 不能跟他谈了 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如果能谈的话 早就交白索成了 对吧 打到这份上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还有一招 就是他等着彭德仁和白索成 这个双方斗 斗完以后呢 两败俱伤 然后呢 缅甸军政府最后屠杀汉人 这也是一招 那解放军现在在边境集结 其实在警惕 这个缅甸军政府最后一招 中方已经要求中国人尽快撤离了 我觉得没有 跟你没有关系的 这个 在缅甸的中国人尽快离开吧 咱们谈一下现在战场情况 缅甸呢 现在据说这个使用了空军 苏30米格29 但是国外同盟军呢 也没有示弱 他有无人机 无人机据说炸死了一个上校 在木解方向缅军 十七野战军 啊 野战旅 指挥官叫 丁昂默上校 被无人机炸死身亡了 啊 尸体运用直升机运走了 这个第十七野战旅啊 指挥官 丁昂默上校 毕业于缅甸国防学院 第43期 啊 是今年刚刚被提拔 上校旅级指挥官啊 缅甸空军六架苏30 26架米格29 啊 60架米24 米35 还有11架的米17 啊 30多架 美国的贝尔 啊 205 206 啊 轻型的武装直升机 但缅甸空军200多架战机 直升机在战场几乎没用啊 为什么 啊 可能你 你不太了解 就是你战场 这个空军得需要地面目标职业啊 我首先我得确定我的目标在哪 啊 这你就理解了 缅甸的这个步兵啊 他不敢上去啊 进行侦查 确实目标 国安同盟军现在无人机呢 投掷的炸弹也就一到两公斤 缅甸空军投掷炸弹是500公斤几的啊 国安同盟军啊 和缅甸那这个空军完全不能比啊 但是在战场上 国安同盟军的啊 用无人机啊 框框框炸是吧 支援步兵夺取了100多个缅军据点 消灭2000多缅军 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打死一个准将两个上校 缅甸军方有这么多战机 他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啊 武器呢 我觉得啊 是一方面啊 但是你不能信啊 就是只依靠武器啊 缅北的直合关啊 其实现在看呢 这个很显示国安的直合关啊 更灵活 国安同盟军的无人机挂多枚小炸弹 步兵直接顶在战斗啊 第一线 就一公里范围内 然后抵近发现缅军目标以后 无人机就飞到他头顶头大了 谁说这个直合关就在一公里范围内啊 就精准的投弹 国安同盟军的思路就是无人机啊 吊炸弹 然后排一炮啊 取射 然后重击枪 平射压制 呃 由于这个缅军 陆军啊 陆军太拉寡啊 咱们刚才讲了 他这个 对吧 每天干的事呢 就是在这个碉堡里一待啊 等着人家无人机炸 啊 你可以看一下 他缅军啊 据点被重机箱火力压制 他不能乱动啊 不能乱跑 然后呢 无人机挂炸弹上去 空啊 你说你这不等死吗 那据点啊 后边生活区呢 其实排击炮就可以打过去了 缅军催事员 运输兵 砸兵啊 基本上就排击炮就解决了 国安同盟军虽然是没有防空导弹 但是缅军 空军是 因为陆军拉垮 他不能出去侦察 就不知道国安同盟军准确位置 你空军瞎打也没用啊 缅军空军就没有侦察机 也没有精确制导弹药 也就只能围着这个 这些城镇周围转 投掷个铁炸弹 也就这样 但大多数的炸弹就直接扔到荒山野岭了 缅军大威力的炸弹 你威力再大 你搞不清位置 扔也白扔啊 对吧 所以实际上战机啊 没有多少能力 没有多少能力 缅军千万级的这个美元的苏三菱 居然对不了游击队啊 这个确实是这样 国安同盟军连排长们都知道敌人在哪啊 山坡后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吧 我就派侦察部队去侦察就行了 那就是解决立体化打击问题嘛 无人机就干这个啊 排击炮也是这个 缅军就太痛苦了 他缅甸缅北地方武装啊 本来长期就缺炮兵 所以缅甸大部分火力点都是指防平射 这不防空中垂直打击的 重点就是 实际什么呢 是没有防弹顶棚 一架无人机挂二多枚手榴弹 是吧 飞到缅军战壕上面挨个炸 这时候想想苏安灵没用啊 对吧 现在很多人思维呢 还是停留在这武器制胜论啊 但是现在看 还有因地质疑啊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的武装组织啊 是软硬都不吃油盐都不进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坚信自己知道打法 他能在这个世界立足 你像比如胡塞武装 你看穿拖鞋 但是他立足了 证明真结 人家是真的是摸索一套打法 你跟他打是打不赢的啊 千万不要说人家的武装怎么怎么不好啊 但是人家啊 有一个名号在这江湖上 是吧 咱们说这个缅甸 别看那缅军有什么什么啊 但是都没用啊 缅甸军政府啊 咱们说这个还是他的政策 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啊 缅北这民族都进不了城做生意的 这你绝不能进城做生意 也不能进城打工 不能当公员 那你活干嘛啊 怎么办 那只能抵抗了啊 缅甸军队啊 再多苏三菱啊 他就吓唬不住地方武装 地方武装是为了自己争取权利的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武装组织起来反抗啊 国外同工军现在只在只有36平方公里的红岩箱打了十几年游击啊 没有屈服啊 啊 这个世界上还是啊 就是大部分问题都是无解了 就是以色列啊 加沙问题 对吧 你看这个 你炸什么用的 对吧 最终还得要谈 但是现在看呢 啊 咱们还是讲了 敏昂来既然是坚定的用这个白索成这个汉人 那就绝不会用啊 国外同工军这个汉人啊 所以这一仗是一定要打的